打掉 打掉 平交道前 柵欄已经放下 但货柜车还卡在项头 远方自强号不断鸣敌 但还是来不及 自强号高速撞向货柜车头 瞬间起火爆炸 车头往前推了好几百公尺 货柜车头陷入火海 自强号也被波及 现场弥漫着火光浓烟和柴油味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扑灭火势 看到就撞下去了 撞下去是谁啊 火球爆炸了 还原整体意外 货柜车从巷子转出车头转了 但货柜过不了 前进后退卡在铁轨上 没想到远方自强号及时而来 迎头撞上拖行好几百公尺 货柜车身先是擦撞第一节列车车厢 最后卡在第七节车厢 救人轻重伤 一度造成台铁双向停驶 七百多名乘客沿着铁轨 步行走到二水火车站 现场击撑一团等待接驳 车子就突然碰碰好大的声音 然后站的人很多都扑倒了 自强号转货柜车 一共影响台铁三十四班列次 造成一万五千多名旅客受到影响 自强号三节车厢变形 电力和平交道设备所坏 损失起码上亿元 台铁也考虑向货柜车驾驶求偿 弥补损失 记者陈梦辉SNS小组张化报道